大家好 我是黃家瑋 歡迎收看 荊州最前線三立搶先看 龍年到來 大家都希望新的一年 能夠過得幸福快樂 不過到底怎麼樣才能更快樂 不少人認為有錢是重要的關鍵 美國哈佛大學一名教授 精準研究了財富跟富足之間的關係 發現了百萬富豪 確實比一般人過得更幸福 不過每個人在成就富足的人生道路上 缺少的東西都不太一樣 因此荊州刊 本期就透過了十個故事 讓大家看看不同的成功模式 接下來像是給社會新鮮人的建議 關鍵就是要如何啟動富足人生 透過了專業的調查 包括了專業的投資人 認為年輕人應該要規律的記帳 累積包括了投資跟創業的第一桶金 實際上可以從規劃 個人的財務目標 有紀律的記帳 良好的財務管理 理解各種投資工具跟特性 來達到這個目標 而另外專業的經理人 則是認為應該要專業 而且有才能夠精準的設定目標 其中重要的包括了建立職場 所需要的專業 而還有這個規劃職業的目標 再加上學習時間的管理 來提升效率 接下來我們就要從幾個人生的故事 來了解不同的富足密碼 我們首先要來請教金周刊的副總主筆 斷師傑 師傑跟你請教 這一位期貨天王張松允 從一開始幾十萬的投資 到現在累積幾十億的財富 大家從一開始短線的殺進殺出 現在是放眼更長線的投資 沒有過去賺這麼多 但是現在更快樂 這個關鍵轉變到底是什麼呢 師傑 我們知道張松允 都是一般這個投資界 就是蠻熟悉的人 因為他其實在這個20年前 就出過一本書 從20萬到10億 所以說大家也可以也知道說 他有這個期貨天王的稱號 那我們知道說 其實做期貨就是非常的緊張 所以他以前可能每天都要盯著盤 那盯著盤盯久了 他就開始頭痛 因為這個眼壓就升高了 那其實醫生就說 你在這樣下去 視神經可能會壞掉 那到時候都看不見了 那所以說這兩年 一方面因為疫情的關係 他就沒辦法去辦公室盯盤了 那再來因為醫生也警告他說 其實你要小心你的眼睛 他就開始轉戰這個長線 那我們知道剛開始 一定會有些不太適應 因為以前短線 其實這個腎上腺素很刺激對不對 但是其實開始做長線之後 他就覺得說 其實他也看到了更多 更寬廣的這個面向 比如說以前做短線的時候 他可能就不在意說 這家公司的基本面怎麼樣對不對 只要今天我能賺錢就好了 但是開始做長線之後 他就會對這個公司的背景 還有這個產業有更多的了解 那另外一方面 在他的心靈上面 當然也帶來了很多的收穫 比如說以前我們知道這個做期貨 就是殺法決斷 你必須要在很短暫的時間做出決策 那錯了再來修正 所以說他身邊的朋友也會覺得 可能有點壓力 比如說他朋友可能說錯句話 他馬上就會有反應 但是現在他也會開始換位思考 然後覺得說別人為什麼會這樣想呢 然後所以也更能體會別人的心情 那包括也常跟大家泡茶聊天 所以說從短線轉到長線 也對於他人生有了不一樣的面向 好 謝謝時捷 那對比了奇貨天王 在金融市場透過投資快速累積財富 但對一個藝術表演者 事實上就沒有這麼容易了 來看到這一位爆紅的火箭舞者 蔡宏毅 他如何苦熬九年 從一開始的練字練劍 一步步踏實自己的夢想 從一個默默無文的年輕人 到登上了法國達人秀的舞台 拿到了總學賽的第二名 因此我們要持續請教副總主比 火箭舞者蔡宏毅的成功故事當中 他從自我察覺 而且回歸初衷 學以致用 你們整理出來所謂三個 關鍵的成功因素 要麻煩您分享 覺得最精采是哪一個部分呢 對 我覺得 其實他從這個年輕的時候 就因為不用很喜歡念書 他就一直很想要表演 他還因此離家出走 跑到了這個羅東夜市 做這個街頭藝人 那其實他也是奮鬥苦了很久 那到了那個疫情前呢 然後他終於發明出這個劍舞的表演 然後當時呢 他朋友就幫他側拍了一段三十秒的影片 上傳到網路上面 結果呢當天晚上就有千萬的點閱率 他想說過了十年了 我終於要紅了 然後呢接下來幾天呢 世界各地的表演邀約都接踵而至 最頂級的比賽還有達人秀等等 但是沒想到呢一個禮拜之後 這個疫情就爆發了 他本來排滿一整年的行程 全部都沒有了 所以他就說他先是這個感動的哭 然後傷心的哭 但是呢這個黃天不復苦心人 其實他經過這個疫情呢 兩三年的這個沉澱之後呢 他的這個記憶呢 也更加的精湛了 而且呢他也告訴我們說 其實他之所以能夠做出這些道具來 跟他 雖然他以前都錯學了 但其實因為他有念過機械系 所以他懂得這些力學的原理 那像他耍的這些劍等等 他其實都是有經過公式去計算的 而不是憑感覺的 所以說呢其實念術件事呢 還是對他來說是非常有用處的 他才能夠做出這樣的表演 那也因此呢 他在藝術上面呢 就感到非常的豐足 謝謝世界今天的分享 希望透過這兩個精彩的故事 讓大家都能夠找到 屬於自己的富足密碼 以上呢就是本週的 荊州最前線 三立搶先看 我們再會